早上想要谈谈 好 我想要提供下半身的谈谈 故事的开始 繁华的现代都市 身穿铠甲的男人 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斗 男主魔龙院光芽 从异世界转生来到现代 伪装成现代人 独立应付虚假的现代父母 忍辱负重 只为了 Stop 你的大脑是否也幻想过 无数次这种内容苦大仇深 说出来又略带羞耻的设定呢 如果有 请你继续看下去 男主 佐藤一郎步入了崭新的高中生活 花费很长的时间准备 一郎成功在开学时 给班尼的同学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还和班尼人气最高的 现冲六人组的其中一位 小九有了交谈 傍晚方雪路过饰品摊 她买下了一块 涉及新颖的手表 回到家发现重要的作业 露在班上 便返回去拿 就这样 先后呢即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 深夜 楼梯口站着一个身穿奇装衣服的魔女 她目光坚定 手持法杖 就在一郎以为她在Cost什么角色时 她手上的法杖说话了 魔女念起咒语 像是要对学校展开大范围攻击 察觉有人能看见她 感到大为惊讶 就在这时 保安来了 眼看一郎将被保安抓住 她使出烟雾弹制造混乱 拉着一郎 躲进储物柜 她是一位探索者 来这里的目的是回收一个名为龙端子 能够帮她穿越时空的道具 一郎为这种神奇的展开 感到热血 主动提出想帮她时 她却转身走了 然而 躲进储物柜时 她的一个部件掉到了一郎身上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 回到家 不心一脸担心地问候一郎 昨天一郎因为挑手表的品位很好 被先冲六人组的另一人 邀请下课后帮忙挑视频 同学们纷纷露出羡慕的目光 下一秒 那位魔女竟然走进了班里 诡异的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她 一郎吓得马上把魔女遗落的部件归还 一不小心触碰机关 那竟然只是个录音玩具 魔法是假的 发障是假的 女孩不是魔女 而是沉浸在魔幻设定中的周二病末期患者 全班一片哗然 刚要成为现冲的一郎 当场射死 被嘲笑声埋没 激动地倒下了 班主任把她送到办公室 告诉她 女孩其实是班里矿科许久的学生 佐藤良子 说完 要求一郎和良子做朋友 遭到一郎拒绝时 发案手拿出一份有关于一郎的背景调查记录 威胁她 有这一份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同学知道的过去 一郎妥协了 放学后良子依旧在找龙端子 一郎说破她无聊的幻想 想不到良子认为 一郎之所以和昨天的态度不一样 是因为遭到了洗脑 所以为了破除这种洗脑状况 她居然 被这么一心的一郎 吓到了一文字 就这么顺理成章 被良子当作是洗脑解除的后遗症 她总是把自欺欺人发挥到淋漓尽致 对身旁的目光视若无睹 让人无法省心 隔天 小舅对一郎依旧友善 良子罕见得回来上课了 无番时间她往墓顶冲 只那里很适合建造神殿 便想用魔法开锁器物理敲门 但被一郎阻扰 紧接着为了继续寻找龙端子 她把假日的一郎拉了出去 一郎有些无语 她逐渐习惯了良子的操作后 开始发现她很容易害羞 有着可爱的另一面 正因为总是对良子很包容 班里的中二病同学们认为一郎是同类 纷纷向她展露了自我 没错 除了良子 班里还有好几个人都沉迷于妄想 是一郎最不待见的妄想战士 先从六人组的大姐大 对这种乌烟瘴气的现象十分不满 于是联合大哥大当众教训良子 及妄想战士们 从揪人头发 演变成殴打学生 良子用法杖帮助了被欺负的女同学 大哥大自觉失了面子 打算加倍揍回良子时 一郎上前冲撞了她 气疯的大哥大把一郎往私里打 一郎明显打不过她 好在意志力强一场抗揍 最后撑到老师前来惩治了大哥大 那天后 大哥大被勒令停学三个月 一郎的妈妈为一郎的再度闯祸 感到又伤心又害怕 好消息是 燕勇的反抗大哥大 令她在班里掌握了很好的印象 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她带良子融入小舅一起吃午饭 这样的行为导致大姐大更不爽了 那天起 体育课她会被不知哪里飞来的球砸到 班里的课本突然不翼而飞 至于良子则是鞋子被人恶意偷走 好在沉溺在寻找龙端子的设定 良子看起来心情没有受到影响 背着她去买鞋 一郎教她今后多备几双便宜的鞋子 那样就算鞋子再被偷走也不用慌张 恳惜沉默并没有让事件平息 恶作剧变本加厉 造谣嘲笑桌上涂鸦 良子被浑身淋湿锁进厕所 一郎可怜良子的遭遇 想送她回家 她却不说家里的住址 只好带她回自己家洗澡 顺带把衣服红干 谁知 姐姐下号提前下班回家 双方愤面 姐姐对良子的态度很不友善 提醒一郎 不要在背叛家人后 不客气的将良子赶走 一郎没法武力家人 只好追上去向良子解释 自己在中学时 被欺负过 姐姐的反应只是出于担心 不过 担心和不要背叛家人 有什么关系呢 一郎隐瞒了部分事实 看出一郎有心事 良子竟牵起她的手 说自己可以带她到 另一个世界去 另一个世界是哪里呢 良子没有执着 隔天大姐大持续着各种小动作 一郎为了维护良子 和大姐大正面刚上 想不到大姐大是个硬查 靠着强大的人际网 把一郎初衷的黑历史 挖了出来 没有折磨一郎的意思 大姐大说 只要一郎不帮良子 他就不会爆料 不想重复初衷时期 恶心的回忆 把柄被抓住的一郎 拒绝陪良子寻爆 看良子搞不清状况 告证他要是不想被欺负 就别再穿这身奇装衣服 最终良子以 穿效服防御能力不足之类的中二兵台词气风 展示与众不同的自己有那么重要吗 明明是自己平庸到不行 才想走那种途径脱离现实 愚蠢 自大 被欺负是理所当然的 听完一郎过分的话 良子欲言又止 在那之后再也没纠缠一郎 然而一郎没有放下良子的事 某天在家突发奇想搜索了龙端子 意外发现 那其实来自一个都市传说 相传只要收集到足够的龙端子 无论是多么荒唐的愿望 都能被实现 根据网站上提供的线索 一郎到不远处的神龛 还真的找到了一根 只是龙端子的主人 很快上前把东西回收了 主人是开头卖手表的那位摊贩老板 多年来一直把龙端子照顾的美美的 只为了守护这个传说 不让探索者失望 当被摊贩老板问及是否喜欢传说 一郎直言 自己很讨厌这些不现实的东西 曾经有个朋友 总觉得自己是来自异世界的战士 真正的双亲已被反派杀害 平日他假装成现代人活着 应付现代虚假的父母 维持着虚假的关系 有一天 他为了把现状告诉留在异世界的公主 于是写了封信 投进信箱 既送地址是莫名其妙的异世界 可想而知 这封信最后被打回家里 还被父母看见 伤透了父母的心 那天骂梁子的那番话 其实骂的是他自己 他发老板没能解开他的心结 看出他很想帮梁子 便介绍他到一家古书店 找到龙端子的设计喜源 证明他只是个设计奇特的钉子罢了 把资料发给梁子 结果梁子完全没有回复 不来上学 人间蒸发一样 令伊朗十分担心 结果几天后 好不容易再看到他 他竟然还沉浸在魔幻的设定里 邀请伊朗帮他启动神殿 伊朗拒绝陪他发疯 他转头拿出一大碟钞票 想要支付伊朗 显然 这是从父母那里偷出来的钱 当伊朗让他把钱还回去时 他说出了一个 令伊朗熟悉的设定 下课后 大姐大给伊朗留了纸条 因为很满意伊朗的表现 他特地给伊朗准备了神秘大礼包 伊朗看到脸都绿了 把大礼包收好准备带回家 发现大家全都围在楼底 抬头一看 这些梁子把自己锁在天台 不知何时开始 将座椅堆成一座高山 建立了硕大的神殿 准备进行返回异世界的仪式 引发那么大的轰动 疯了吧 伊朗翻山越岭来到他的面前 问他要是仪式完成 等待他的还是无聊透顶的现实怎么办 梁子慢慢后退 表示仪式之后 就不存在什么现实了 他一直想要死 只是用中二的台词掩盖了这个想法 当社会无法接受不正常的事物 与众不同 就是一种罪 于是因为不被接纳而感到痛苦 倒不如逃避 来得轻松 听完梁子的话 伊朗做了一个决定 他让梁子最后给他一点时间 随后往楼底跑去 他认同梁子的说法 事实上很多人害怕不被接纳 而努力去变得狭隘 握手成规 以求的安心 他真正认爱着魔法 魔兽 神秘 奇迹的他们 难道真的没有安身之处吗 不是的 伊朗决定最后一次试着去战斗 打开大礼包 里面装着过去被他视作宝贝的服饰 包露自己最不为人知的一面 他要把迷失的梁子带回来 大声向梁子喊出自己的设定 他告诉梁子 自己曾经也想要一了百了 不喜欢现实 所以当了三年的妄想战士 每天遭受霸凌 因为很痛苦 所以加深妄想 也伤害了家人 但是啊 姿是行不通的 世界很无聊 学校很无聊 可仔细想想 这里虽没有魔法 没有魔物 可也存在着敌人 存在着英雄 我在这里 不需要为世界而战 只为自己而战就行 要是梁子做不到 他就陪梁子一起重灵开始 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 有趣的地方 那一天 他把梁子从梦中换回了现实 两人一起努力 变得更勇敢 更坚强 受他们影响的同学们 也开始敢于表现内心的一面 明白 即便生来普通 大家却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